由第九河川局进行月梅村的第一二三期 互按提防工程约三公里长 而当地的居民是使用这个训防道路 作为平时的休闲用途 但是最近居民是反映了 在当初的设计当中缺乏通道 而且在维护的管理与品质上无法统一 三段的工程完工之后 呈现了不一样的品质 显得杂乱无章 那么居民就希望九河局能够与当地的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来维护环境的品质 第九河川局109年进行的月梅村花莲西东册一二三期 互按工程 在完成之后也提供当地居民平坦的防循道路 作为早晨运动的休闲空间 但是又缺乏通行楼梯 民众要走到防循道路就变得相当不方便 这是他们自己做的 你看就这样 本来是只有那个踏板直接从这个弄下去 所以这个很危险 由于防循道路的提案工程是分属不同承包商所承包 完工之后的维护管理品质更凸显了环境的不同调 第二期的提案更是环境杂草重生 吃点很干净很漂亮 像现在做的那个中间那一段的 那里面画的就做的很漂亮 中间吗 对对对 这一段是属于第三段的工程 总共这个踢房的试作是有分三段 这个是最后一段第三段的部分 那为什么这一段就可以整理那么干净 对啊这个要问几九何几年我也不大清楚啊 看到那个第一段的杂草重生 然后看到这个哇天然之别 徐学育议员在今年的定期会期间 在定期会上就希望县政府结社处 能够协助越美村居民在越美大桥旁建设一处阶梯供村民使用 将近三公里长的防循道路是目前越美村最安全的运动休闲道路 由于目前没有车辆行驶 更能够提供作为当地居民运动休闲空间 居民希望第九何川局能够协助改善通行步道 作为民众更完善的运动休闲地点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访风采访报道